大家好,广联达GTJ2018量金合一,师徒与算量 广联达这个产品呢,已经推出一段时间了 那么有的同学可能已经安装了 有的还没有安装 那么以后肯定是要安装的 那么从今天开始,我给大家讲解 GTJ2018师徒与算量 我是傅广州老师 之前呢,我在广联达建筑课堂 已经推出过2013版本的课程 我2014年开始从事建筑施工管理及咨询工作到现在 现在呢,我还兼任多家设计公司 咨询公司的技术顾问 以及多家教育咨询机构普建钢筋 以及BIM的课程讲师 那么欢迎大家这个学习我的课程 大家呢,一起成长 下面我介绍一下普建预算 这个工作的流程 首先是钢筋算量 我们拿到了图纸 以及甲方的一些要求等等 根据图纸来计算 钢筋的量 那么之前没有量级合一 之前是分开的软件 一个钢筋 然后呢,是一个 土建算量 把钢筋算量的模型 可以导入到 土建算量里边呢 再进行土建的算量 那么现在 钢筋软件和土建软件呢 是合并了 我们就可以呢 同时进行 钢筋算量和土建算量 这两个呢 我们可以同时进行 最后 土建的钢筋 土建的量 钢筋的量都有了 我们就可以进行套价 根据割地的 一些规范 进行套价了 那么套价呢 现在有些地区 还是用的4.0的啊 那么最新的是5.0的 那么下面我介绍一下 我们这套课程的目录 以及所使用的图纸 首先 我这个课程呢 是整对零基础的同学 起步的同学的啊 那么稍微有基础的同学 来听的话呢 更好啊 那么你可以呢 把这个速度呢 放快一点 更快的提高自己啊 从试图 平法 手工建模 那么我们人工算量 和电脑算量的进行 对照 最后再到高速导图识别 循序渐进 步步提高 我们不单单是讲一个软件啊 不单单是讲软件的流程啊 我们要讲造价知识 那么我这个课程呢 两大部分 一个是基础篇 一个是提高篇 总课时呢 达到40个课时 一共有93节 因为是整对零基础的同学的啊 我们开始讲解的时候呢 首先是用一个框架结构的图纸为主 并且呢 在讲解的过程中呢 会多图 对比 G1 反3 如果只讲一个图纸 可能你们遇到的情况 以后呢 你不会处理啊 所以我们是多图 对比 G1 反3 把尽量的把多个知识点呢 全部能够讲透 在提高篇里面呢 我们 当然是放到后边了啊 以 你有了这个框架结构的基础之后 可以再提高 提高篇呢 我们用简单枪结构的图纸 也是 多套啊 多套 多图 对比 因为图纸呢 是有变化的啊 不是一层不变的啊 最后我们还会补充一些基础的类型 比如说 法板基础 基础梁 积水坑 灌柱桩 桩称台 等等 这些内容 可能有的同学也会知道啊 柱墙梁板 这些构建呢 基本上都差不多 而基础是比较复杂的啊 它的变化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最后我们会给大家进行加强 你做了一套图纸 一般它就一种基础类型啊 你知道一种基础类型 当然是不行的啊 所以我们是后边补充了 多种类型的基础 那么这个呢 是目录啊 第一章基础设置 第二章独立基础 第三章框架柱 这些呢 都是常规的内容啊 最前边我们肯定是讲常规内容了啊 接下来框架梁 框架梁呢 这个篇幅占得非常的大啊 因为对于钢筋算量啊 这个平法里边呢 框架梁是占很大一部分的啊 框架梁你掌握的话啊 其他的部分呢 掌握就非常容易了啊 然后呢 是盘以及一些零星构建的处理 最后我们会建模了之后 我们柱子的钢筋 再进行这个公式的计算 平法接点一些处理 然后第八章呢 就是盘子 钢筋的一些补充 就是我们结合 其他的一些图纸啊 进行一些补充 因为我们做了一套图纸呢 可能不全面啊 其他的一些方面呢 我们要进行一些补充 好 然后楼梯第九章 然后第十章 我们快速的进行一个小工程的一个练习啊 有了前面的基础之后 我们呢 基本上两个小时 把一个工程啊 做完 最后的就是加强的啊 简历墙结构 一些复杂的基础的一个加强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课程的一个目录 以及这个结构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平法 现在最新的平法呢 有这三本啊 16G 101-1-2-3 这三本平法 第一本是讲的框架简历墙两板 第二本呢 讲的是楼梯 第三本呢 讲的是基础 看到没有 前面的基本内容是放在前面的 最后才是基础 因为基础内容呢 相对复杂一点的啊 所以它放在第三本 我们做工程的时候 一般也是这样子啊 把基础放到后本去做 什么是平法呢 平法是建筑结构 平面整体表示方法的简称 现在呢 平法已经在全国工程界呢 普遍应用 我们简单的这么说啊 平法呢 就是用平面图来表达 结构的尺寸 标高 构造 配金等等的一个绘图方法 是用在建筑里面的结构 施工图 所以说呢 这个 平法不光是我们看啊 它的读者对象呢 有设计人员 施工人员 预算人员 因为设计师 设计院啊 他要设计图纸的时候 首先就要看 钢筋平法 不能乱搞啊 那施工人员呢 施工的时候呢 肯定要按图 施工 预算人员也是要 按图 按平法规范 进行计算 这个平法能听容呢 就翻两部分啊 一部分是制图规范 每一侧都是这样子啊 前半部分是制图规范 对我们来说呢 就是制图啊 什么样的符号 表示什么样的意思啊 在图纸里面 都有详细的说明 第二部分呢 就是钢筋的构造 这个钢筋呢 怎样排布 怎样弯折 讲得非常清楚啊 那么构造 对我们来说 你学会构造 那么你就会施工 就会进行钢筋算量 我们的学习方法啊 纯粹零基础的同学呢 可能学起来呢 有一点点小困难啊 但是不怕 我们在讲课过程中 会图纸加三维模型 再加上施工的一些 现场的施工图片 然后和平法 进行对比啊 比如说 这样的图片 我们是很多的啊 我们是很多的啊 你没有去过现场 也没关系啊 那么我可以用 这些图片的展示给大家 什么样的钢筋 在什么样的位置啊 怎么样排布啊 清清楚楚的 再和图纸对照 平法对照 那么我们的 钻量软件 也是可以进行三维的模拟的啊 那么 我们施工现场中看到的 这个钢筋骨架 在软件里面呢 都可以清楚的 模拟出来啊 所以说现在啊 计算机呢 已经是高度发达了啊 咱们学习起来呢 比以前要方便的多啊 钢筋的计算原理是什么样的 在清单规范里面 就说了一句话啊 按设计图示钢筋的 往长度 或者是面积啊 乘以单位理论质量计算 那么什么叫单位理论质量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其实呢 这个单位理论质量 就是比重 我们算量的目的是什么呀 最后要算出 钢筋的总重量啊 钢筋的单位 我们一般都是吨啊 多少吨啊 我们要算出 钢筋的重量怎么算啊 根据图纸 算出设计长度 然后根数 最后乘以比重就是它的总重了 这里呢 钢筋比重有这么一个公式啊 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啊 钢筋的比重每米的重量啊 一米的钢筋有多少千克 这么一个公式 0.00617乘以直径再乘以直径 所以这个直径啊 低是表示钢筋的直径啊 单位是毫米啊 0.00617乘以直径再乘以直径啊 单位是毫米 得出的结果是每米的重量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了啊 钢筋的比重跟什么有关系啊 直径对吧 跟直径有关系啊 至于说这个公式是怎么推导出来的啊 我们在这里呢 不说了啊 因为钢筋的密度啊 是确定的啊 只要你是合格的产品啊 那么这个钢筋的比重 就是这样啊 我们也可以去查表啊 我们可以在广财助手里面 查一下这个钢筋的价格啊 你可以看到是以吨为单位的啊 不同直径范围的钢筋 它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呢 是在软件里面我截出来的一个图啊 钢筋的比重 这个呢 这个表格和我们刚刚说这个公式 0.00617乘以直径再乘以直径 算的结果是一样的啊 钢筋的比重 每米的重量啊 每米有多少千克 根据它的直径 我们可以算出啊 也可以来查表直接使用啊 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钢筋啊 都是这么一个比重公式啊 当然在这里呢 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啊 有些钢筋呢 在市场上可能买不到 在图纸上说 比如说图纸上说用直径6的钢筋啊 估计用直径6的 但是市场上根本就买不到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把直径6的这个钢筋的比重啊 改为6.5这个比重啊 把0.26抄到这里 这里错了啊 是0.26 买不到直径6的钢筋呢 我们用6.5的替代 所以用0.26 6.5的这个比重啊 把这个地方啊 改为0.26 那么比重是一个固定值啊 可以查表 或者是根据这个公式计算啊 需要我们算的就是长度分数 长度呢 又可以进一步的划分 进场 加毛固 如果进场不够 我们可以进行多段的连接 好 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计算原理啊 下面我们知道一下钢筋算量的业务啊 我们这里有两个软件啊 一个是我们的量金合一啊 就是我们造价的啊 另外一个是翻样 这个翻样呢 是进行现场下料啊 进行现场下料 这个呢 不是我们这个课程讲的 主要讲的内容啊 钢筋算量业务 第一个 现场的钢筋翻样 那么用软件算的话 就是云翻样这个软件啊 它的依据是 平法规范 以及各种规范啊 设计图纸 以实际长度进行计算 目的是指导实际施工 关注点是 既符合相关规范和设计要求 还要满足方便施工啊 方便施工降低成本 而我们造价里面的钢筋算量啊 也是按照相关规范 以及图纸啊 评法是一样的 规范是一样的 按工程量清单和定额的要求 以设计长度进行计算 就是我们算出来长度就行了 算出来长度呢 然后乘以比重呢 就是重量了啊 目的是确定造价 以更高效的 去确定工程的钢筋总用量 确定造价啊 我们要算的是总用量 而不是去施工啊 这个是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重点啊 当然以后如果你想 做现场施工翻样 也是可以做的啊 规范都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把钢筋算量的 这个模型导入到 云翻样里面进行价料 然后咱们再注意一下他们的区别啊 解释一下这个区别啊 现场钢筋翻样 要考虑钢筋的具体连接位置 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个接头啊 我们施工现场的要考虑啊 这个位置能不能接头 我怎么接我三米的和六米的接 五米的和四米的接一样不一样呢 当然不一样的啊 因为有些地方是不可以接头的啊 而我们造价里面的算量 那不管它啊 只要我们确定好 有多长 有多少个接头就行了 接头至于说在哪里 咱们不管 造价的钢筋计算啊 按定时长度统计出接头个数 多少个接头 至于说在哪接 我们不管它具体位置啊 但是施工现场要考虑 下面是钢筋的类型和符号 在软件上呢 也有这个钢筋的符号 我们的图纸里面呢 是这样子的啊 咱们知道几个常用的 其他的慢慢去记就行了啊 所以常用的几种钢筋啊 一级钢 一级的都是光源钢筋啊 是这么一个符号 一个圈里面一束 我们在广联达软件里面的时候 一表示 剩下的其他的钢筋 全是带乐的啊 我们知道这三种就行了 其他的呢 以后用到了 你们再去使用啊 二级带乐钢筋 是这种 B 是这么一个符号 一个圈 一束 加一横 普通日渣带乐钢筋 C 普通日渣带乐钢筋 HRB400 这个是钢筋的牌号 符号 一个圈 两束 一横 C 好 那么知道这三种 暂时呢 大家知道这三种啊 ABC 就可以了 其他的类型呢 以后你们遇到了 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啊 光源钢筋一般呢 是这种盘撞的 出场的啊 而带乐钢筋是这种 有定时长度的啊 然后我们要了解一下 刚这个房屋的结构 类型 第一种 我们叫砖昏结构啊 这种结构呢 在一些落后的地区 还在用啊 它的特点是这样子啊 砖和柱是一起施工的啊 扎了钢筋 但是它不焦混凝土啊 砖砌好之后 再去焦柱混凝土 它这个砖墙也起到 沉重的作用 这种柱呢 我们叫构造柱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这种柱呢 叫构造柱 这个梁呢 我们叫圈梁啊 构造柱和圈梁 它是加固墙体的啊 加固这个墙体的 那么随着这个 大家安全意识的增强啊 以后肯定都要用框架结构 或者是简离枪结构了啊 砖混结构的会慢慢的淘汰 我们的钢筋平法啊 16G101-1-2-3 那么是整对框架结构 和简离枪结构的 这个呢 是一个框架结构 大家可以看到啊 先是把这个主体结构啊 柱墙 梁板 做好啊 这个墙呢 如果是气体墙的话 最后才会气 再看一个简离枪结构啊 今天我们看到 也扎钢筋的一个现场啊 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啊 钢筋是比较密的啊 这个位置我们叫暗柱 暗柱啊 这个位置也是暗柱 暗柱和暗柱之间 它也是 有钢筋的啊 这个呢 就是简离枪 简离枪 扎钢筋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暗柱和简离枪的钢筋 是同时扎的 最后浇注混凝土的时候 芝麻板同时浇注 浇注好之后 你是看不到暗柱在哪里的 呃 框架结构 你可以对比啊 它是气体墙呢 是最后在做的啊 框架做好之后 最后在做的啊 它这个框架柱 是独立 施工的 呃 简离枪结构里面的 暗柱和简离枪 是同时扎钢筋 同时浇注混凝土的 好 知道这三种结构就行了啊 那么再了解一下 盐高 层高的这个概念啊 层高 我们划分层高 一般呢 是这样划分的啊 从 按照这个梁或者是板的顶部 进行划分啊 梁或者是板的顶部划分 我们现在做这个教室啊 我们头顶上 是不是有梁啊 头顶上是不是有板啊 它们算是哪一层啊 就是算我们当前 这一层的啊 我们脚底下 有梁 有板 它算哪一层呢 算我们 下一层的啊 这是层高的划分 下这一课呢 我们会根据图纸 来给大家举例啊 然后一个盐高的概念啊 盐高的目的是这样子啊 是确定这个 哪些方面的啊 对我们预算里面的盖预算当中啊 影响什么啊 一个抗震等级 第二个垂直运输费 超高增加费 第三个要计算交手价 放等啊 这是盐高它的目的啊 对我们预算里面的目的啊 当然你这个建筑越高 对抗震的要求 是不是越高啊 这个垂直运输费 跟你这个建筑屋的高度 当然是有关系了啊 太高了 要有增加费的啊 交手价是不是都要影响啊 那么对于平屋顶啊 这个盐高呢 就算哪里 从室外地平开始啊 从室外地平开始啊 算到 调研板下皮 标高 具体的 咱们可以跟 整对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带调研的 就是这种三种啊 详细的卡 如果平屋顶带约额墙 我们就算到屋顶结构板 上皮 如果是破屋顶啊 带曲面的 它是算到 墙的中心线 与屋面板的 焦点处 啊 那么第四个第五个 这个呢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啊 一般大家先 学习的过程中啊 从 粗 到细啊 先 从这个 大方向去掌握啊 小细节的地方呢 再慢慢去 细看啊 以后咱们学到定额 那么也是这样子的啊 你肯定是要先知道 在哪一章啊 然后再 往下去查啊 好 我们这一节课呢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呢 就正式的进入 建筑 这个 工程的建立啊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